接下來我談一個大家也都會比較平常會攝取的 叫做鈣片 那如果問你 鈣片吃什麼 你會想到什麼 鈣片對我們人體來說 你吃鈣片的目的是 抽筋 其實我們這樣講 鈣在對人體的生理的作用 就是我們平常在攝取很多食物當中 有沒有很多的鈣的成分被我們吸收進去 有嗎 那人體裡面對鈣的吸收之後 它有產生哪些對我們人體有幫助的血統的作用 最重要的其實就是心臟的跳動 如果沒有鈣我們現在是不會跳動的 所以這很重要 對不對 然後我們講了神釘傳導物質的通透性 也需要鈣 然後我們受傷要不要擬血 擬血之後也需要鈣 所以它對人體來說有蠻多的生理的作用 那有沒有人吃鈣片 會有擔心什麼樣的副作用的沒有 有啊 就是攝取太多 怕會得到結實 好 這個也是請Google老師幫我們解答一下 你就幫我們Google一下 很簡單的講說 結實缺鈣 這個關鍵字輸入進去 OK 它就很多篇 醫生告訴你 這個叫做錯誤的訊息 好 不是吃太多會結實 而是缺鈣才會結實 怎麼會這樣 好來我們舉個例子 來我們的鈣存在哪裡 骨頭裡面 還有呢 骨頭裡面是99% 牙齒加骨骼大概儲存率淡了99% 血液當中是1% 好 那血液當中1%很重要 當這個1%不夠的時候 OK 我們的護甲狀腺荷爾蒙 就會命令在骨頭的鈣把它放出來 好 那釋放出來 我們提款機提1千領1千 對不對 那如果要從骨頭釋放的話 要1千大概給個1萬吧 會超量 會 那超量的鈣會在我們血液當中尋毀 對不對 那流到我們的所謂的腎臟去過濾當中 久而久之可能就會造成腎結實 好 所以這樣講的話 是不是結實什麼原因造成的 缺鈣 大概這個概念 好 所以補鈣是很重要的 好 那到底我們台灣平常的缺鈣的比例 大概多少 比例 很高 90%以上的缺鈣 對啊 那是不是人人都缺鈣 真的 好 那缺多少 是缺100毫克還是缺200毫克還是缺多少呢 很多人都不知道 好來 平均400 400 這樣很簡單 就400 就是我們從飲食當中 大概可以攝取到多少 600毫克 所以不足的400 那我們最好的方式呢 當然是靠食物 可是你們算過 如果你要從食物當中 我們攝取這400毫克的蓋子 對 你要喝三杯的鮮乳 來 我們到賣場買一杯鮮乳 150毫克的 也不便宜吧 三杯有點勉強了 對啊 那如果要吃豆要吃半斤 我聽得懂 那如果要吃秋豆要吃幾條 九條 九條 天啊 那這樣算一算 應該都是好幾十塊以上了 對不對 那現在最簡單的方式 來 攝取我們這一瓶 日本的海藻鈣 哇 海藻 我們這裡面呢 一顆是100毫克的鈣 那如果說我要攝取400毫克 要攝取幾粒 4粒 那4粒 來 我們多少錢而已 12塊 好便宜喔 對 我剛剛給你比較嘛 你要是吃個九條秋 待會去算算看 一百九十塊以上 比較貴比豆腐嗎 還要料理 對啊 那所以你看看嘛 我只要吃個四顆 花個十二塊錢 就把我剛剛講的 缺了多少 400毫克給它補足 這個有需要 那這樣不是很棒嗎 好 那尤其呢 我們是鈣銘比例2比1 那現在鈣銘2比1的比例 被我們很多的專家認為 就是人體裡面最好的房金比例 就是這樣鈣質的吸收會最好 那海藻鈣有什麼特色 首先第一個 它是海藻萃取物嘛 那在哪裡的海藻 當然不是在我們的台灣海峽那邊 它是在那個愛爾蘭的深水區乾淨純淨的海域裡面 那個已經是鈣化的海藻 我們把它怎麼樣拿出來 好 曬乾之後呢 把它做成粉狀的方式 讓它成為我們現在使用的那種鈣質 好 那麼海藻的那個鈣化之後 在海水裡面 有沒有很多海水裡面有很多的礦物質 有嘛 所以它的一個蜂巢式的結構 就會吸引很多海水當中的礦物質存留在那個地方 所以我們把它萃取出來之後呢 我們這個海藻鈣本身就具備了什麼了 礦物質 對啊 所以它本身具備了大概73種微量的元素 那我們人體裡面微量元素重不重要 重要 所以補充這個鈣質其實就攝取了人體 足量的所謂的一個微量元素 那這樣來講的話也可以達到我們酸鹼瓶的作用 那這樣有沒有它的特色在 有 四顆才花多少錢而已 12塊 那如果你在外面去做一個比較的話 一般來說的話 現在要達到這種跟我們一模一樣的幾乎沒有了 但是平均那種大概要花30塊錢以上 怎麼吃 對 怎麼吃 這個最重要的 每個人都問要怎麼吃 這很重要 好 那麼鈣本身 鈣根美對睡眠有沒有幫助 各位想想看 為什麼說如果不好睡的人睡前要喝牛奶 就這個意思 好 所以鈣是可以幫助我們睡眠的 因此呢 最好是在睡前一次吃四顆 好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消化不良的 我建議你早晚分兩次來吃 就一天 就一次吃兩顆 就這樣子 好 那這樣來講的話 是不是我們每一個人可以按照我們的需求 來達到一個日常生活的補充我們的耗能感 補充能也好好好需要 對啊 這樣90天 三個月 對啊 這樣便宜吧 便宜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看 你說這個目前電視廣告裡面會廣告很多的產品 有一個產品是常常出現的 益生菌